另外央视网络电视台报道了一条消息 哈尔滨一名老太下葬70多天之后 遭民政局挖坟 11月3号 哈尔滨民政局对一名土葬老太太的家人 下发了处罚通知单 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对尸体进行火化 并交出5000元的罚款 但是老太太死后70多天便被民政部门挖了出来 送到殡仪馆准备火化 比规定的截止日期提前了两天 当地民政部门回复说 天狼怕冻上不好挖 所以提前两天就把它挖出来了 两天的时间就能冻上吗 如果这两天那老太太的家人或者申诉 或者自己起坟火化呢 这位负责人没有给予回答 那么对于其他土葬的坟墓 为什么不采用同样的措施 负责人回答说 民不举 官不揪 谁让他家被举报了呢 一个沉默 一个回答 我现在在想 人去世了之后 还要为这样的沉默和回答感到无奈 有的时候挺可悲 以上就是本节留学读报的内容 下面继续关注新闻